欢迎收看缤分娱乐秀 我是小宇 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 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王一波成为顶流后 为何还愿意留在天天向上 如果说当今内地娱乐圈中 有哪些流量艺人不忘初心 王一波绝对是其中之一 2011年 王一波因在全国IBB顶尖街舞大赛中 凭借着出色表现杀入16强 进而被乐华娱乐发掘 成为其旗下练习生 三年后 即2014年9月15日 王一波以Enek组合成员身份 正式进军演艺圈 不过当时的王一波 论名气 曝光度是远远无法与现在相比的 可以说其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王一波心路的转折点 在大多数人看来 无疑是2016年加入天天向上 2016年1月1日 王一波以天天小兄弟身份 加入天天向上 当时的天天向上 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影响力 皆处于如日中天阶段 王一波替代金真胜的身份定位 成为节目常驻主持 可谓是演艺事业腾飞的绝佳助力 虽然在节目中 王一波属于性格内敛 少言寡语的类型 但节目超高的曝光度 还是令绝大多数人 认识了这样一位高冷的少年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 王一波真正的爆红 其实是通过单改剧陈情令实现的 关于此说法当然没错 可是在爆红历程中 天天向上无疑是 王一波事业的最大助力 至少就我而言 最早认识王一波 就是通过天天向上看到的 只是王一波成为顶流后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王一波为什么没有离开天天向上 在时代大潮中 移动互联网兴起 人们生活娱乐迅速多样化 像天天向上这类电视制作节目 受到不小的冲击 自2018年后 天天向上收视率极断牙式下滑 网络播放量亦惨不忍睹 房间一度传出停播消息 正当天天向上风雨飘摇时 王一波却在2019年 凭借着一部陈情令迅速走红 并一跃成为新一届顶流 在我看来 王一波的走红 只是后继勃发的结果 论颜值 论实力 论人品 王一波皆经得住考验 走红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流量偶像 颜值方面自然无可挑剔 而在实力方面 这些我已在这就是街舞三中 深切感受到 最后就是人品方面 这点从爆红后 依旧对天天向上 不离不弃就可以看出 一边是任睦西山的天天向上 另一边是如日中天的王一波 任谁也难以想到 王一波为何会还愿意待在天天向上 身为一线艺人 商务通告 影视拍摄 必然会安排得满满当当 在这种情况下 却还要分出时间去录制天天向上 这已不是时间与金钱的损失 而是精力上的损耗 可是偏偏 王一波还愿意怎么做 甚至一定程度上 还利用自身影响力 把天天向上的收视率给提升了起来 可以说王一波对于天天向上 是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但是他却依旧这样做 说明在他眼里 天天向上绝非一档节目这么简单 相反 他并觉得这是一档综艺节目 而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像汪涵 年峰 大张伟就是他最爱的家人 有了这一层关系加持 王一波对天天向上如何付出 即变得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 天天向上节目组 对王一波是真正的疼爱 记得在2018年 王一波生日时 天天向上官位曾送上生日祝福 配文中有一句 你是我们发现的最美的苦语 简短一句话 包含的却是无尽的爱意 王一波本人也说过 称天天向上对自己有之余之分 像天天向上十周年时 汪涵送给王一波一串蓝色项链 而他自己则戴的红色项链 之后 基本每期天天向上 王一波都会戴这串蓝色项链 显然 对于他人给予的深情 王一波时刻记在心里 人品好坏 足可体现 最后 王一波为何走红后 不选择离开天天向上 答案很简单 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王一波 入选我的时代和我 随时代的代表 并留咖为认证 恭喜王一波入选 我的时代和我 纪录片嘉宾阵容 这部纪录片 诚要当今世界各个 行业领域的杰出代表 虽若探讨自我价值观 忠实个性选择的重要性 这档节目的意义 从开播至今 严肃认真有深度 这是一部人文纪录片 探讨到底在当下这个时代 怎么样的灵魂 才不枉此生 更加重视自我价值的体现 跟存在的意义 作为当下95后 C世代的代表性人物 身处于当下 炙手可热的娱乐行业 必然需要杰出代表性人物 从第一季的异样迁徙 到第二季的王一波 无疑都是当下主流 认可度最高的代表性人物 为何会选择王一波呢 新华社的原创音乐青春 恰时来邀请王一波演唱 就认定了他的影响力 内于95后的杰出代表性人物 身兼多重身份 却始终坚持热爱与执着 强大的流量号召力 个人实力兼备 注定了他的顶流 咖位无可散动 他身上的标志性元素太明显 热血青春与活力 文化内涵与实力 顶级流量与正能量输出并存 后进十足 必然是这个时代绝对的存在 他能够成为内鱼的标杆 源于他的经历跟拼搏奋斗的正能量属性 一个不在舒适区享受 一个不断提升自我 一个骨子里透着老黄牛拼颈的年轻人 这是当下C世代的年轻人的一个缩影 不可否认一点 如今的年轻人身上的拼颈不同于8090后一代 他们更多的是在父辈们打造的基础上 实现个人价值 各种优厚的条件 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是C世代的重要特性 无疑王一博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中 最具影响力跟典型 他的一路成长历程 是在聚光灯下呈现 从天天向上这所社会大学中培育 各种优秀文化的沉淀与积累 各行各夜精英们的耳濡目染 王一博完成了三观的塑造 和对自我的认知跟定位的规划 他追随自我感受 认定的事情就会坚持不懈 不在乎外界干扰 他是稳重 比例前行 在他身上总有一种工匠精神 还有老黄牛任劳任怨的执着 他有着真材实料的过硬本领 从十几岁就开始练舞 学会隐忍更甚至努力的重要性 他如今的成绩斐然 如同一把利剑 一旦锋芒毕露 必定锐不可当 也许他是凭借陈情令爆火 但是他从未辜负跟放弃过自己的热爱 拥有足够的流量厚得他 在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 他依旧坚守热爱 把流量转化成正能量 成功点燃了街舞 滑板的热情带气出圈 让大众了解了其中的热血与魅力所在 他起到了很多的引领作用 更为自己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纵观当下王立博的发展 不在舒适圈享受 而是不断努力提升自我 除了拥有巨大的流量号召力 更是一个厚敬十足的年轻演员 主流证据资源直线上升 转型定位非常明确 自然是斯维世代年轻人的克制 定位清晰的认知 所以这档纪录片邀请他的加入 睡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